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 人体的阳气根源在于肾 那么人体中的肾脏究竟有着哪些功能 肾部保养的好坏 又会影响着人体的哪些健康问题呢 冬天因为寒血 可以造成一些疾病 那肾虚的病人也相对症状加重 或出现肾虚的肌力也会高 这是因为冬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肾 寒冷的天气也容易伤肾 为什么呀 人体的阳气根源于肾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小伙子火力挺壮啊 这种火力壮是肾中阳气充足的表现 那说了这些了 咱们怎么办啊 到了冬天防寒保暖 养肾很重要 咱们前面也有讲过一些 那今天咱们讲讲肾的功能 为什么要讲肾功能呢 因为我们到了冬天 首先要藏什么 藏肾经 中医讲的肾的功能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叫肾主藏经 什么叫肾主藏经呢 经它是包括了我们先天之经和后天之经 那先天之经是父母遗传给的 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 是非常重要的 而后天之经是我们经常说叫水谷精微所化生 是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者化的 后天之经可以滋养我们的先天之经 它们俩的关系也很密切 第二个肾主骨 骨骼的生长发育跟肾有关系 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小孩 五岁了个儿特别矮又瘦 体重身高都不达标 可是一查微量元素 营养其他的方面都很正常 它吃的也很好 生活几句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 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小孩 我们中医讲脾肾不足 脾为后天之本 肾为先天之本 肌肉骨骼的发育 一个跟脾有关 一个跟肾有关 就是肾主骨 脾主肌肉四肢 所以这个小孩通过治疗了一段时间 用什么字 健脾补肾 肌肉丰满了 体重也提高了 骨骼发育也良好了 当然他的生活习惯 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 多做运动 多做室外的活动 所以这小孩半年以后 长了四公分 长了五斤 家长还挺高兴的 第三个肾主水 肾主水 这代表了一个什么问题 很多人早晨突然发生眼睛肿了 或者下肢出现腹肿 经常说什么 你赶紧查查尿去 查查肾功 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在这里 跟大家 可以这么说 中医讲 人体的水液代谢 有三个葬参与 第一个是肾主水 排在第一位 最重要 第二个 肺有通调水稻的作用 通调水稻 这也跟水液代谢相关 第三个 皮主运化 运化包括了水师的运化 所以一个腹肿 跟三个葬都有关系 当然主要是肾 第四个 肾开窍一会儿 齐滑在发 听力下降了 出现耳鸣耳聋了 我们同肾着 老百姓都知道 你看看 中医肾虚了吧 还有一个 头发经常掉 就脱发比较明显 胃老 头发先白了 当然中医有人说血热 有人说肾虚 当然甭管怎么解释 都是应该辩证论质 但是有一点 肯定跟肾脱不了干系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 肾的主要的几个功能